大家好,我是比不中,那么不出意外,太阳队是跟克里斯保罗完成了续约,这份合同刚曝光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是吓了一跳,居然是一签就签了四年,而且这个总额是高达1.2亿,毕竟我们说四年之后保罗就已经40岁了,届时还拿着3000万的话,这个状态下滑肯定是无法违背的自然之理,是吧?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合同的细节披露,这个合同居然是只有前两年是全额保障的,第三年是只有1500万保障,然后第四年是球队选项无保障的,这就让我直呼好家伙,詹姆斯琼斯不愧是最佳经理 首先我们说太阳队在上赛季取得成功之后,续约保罗肯定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因为从之前的卢比奥再到今年的保罗,我们也是可以看出德文布克专职打二号位这个进攻效率,比起前几年让他进攻组织一把抓 去打双能位的时候是要高得多的 而如果说不跟保罗完成续约的话,那么太阳队确实是可以拥有多达3000多万的薪资空间去进入自由市场 但是你还得去重新找一个空位是不是? 但是我们说这个洛瑞是早已决定要去热火联手热巴和巴特勒了 然后这个康利也是和爵士队完成了续约,也就是说太阳队剩下所能够砸的,无非也就是剩下雷吉和施罗德了 这两个人嘛,虽然说也都能称得上是称职的好球员,但毕竟都还是以个人进攻为主 这个传控还是稍微差了点,然后这个攻击力也没有强到说能够到无差别单打这个地步 所以保罗是必须要签的,那么签几年总额多少,这就是一个需要去纠结的问题了 此前也是一直有留言在说保罗正在寻求一份三年一亿左右的合同 据说醍醐队也确实是开出了这个价,但是最终保罗却还是选择了保障金额更低的太阳 至于詹姆斯琼斯和克里斯保罗具体是怎么谈的,那么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都无从知悉 但是从这份合同我们也是可以看出保罗对于太阳确实是真爱了 此前他也是无数次的表示过爱顿和大乔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 然后这个对于布克和佩恩更是良师益友,把自己所惠的对于他们是倾囊相受 而这些个年轻球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于保罗和克劳德这两位老同志从不吝惜这个赞美之词 所有人都把保罗当作是支持球队的绝对核心领袖 邓翁布克更是公开为保罗的MAP票选去拉票 尽管说后来在总决赛之上是未能匹配上字母哥的表现而惨遭逆转 让众多的太阳球迷内心是有点无法接受 但是我们说回过神来想一想 球队是已经连续11年没有打进季后赛了 今年能够打进总决赛 这已经是赛季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加上去年保罗也是把这个志在百烂的雷霆队给带进了季后赛 这也是足够证明保罗脱底保下限是绝对有保障的 跳出最后一年4400万选择这个3000万的军心合同 一来是让太阳队在今年休赛期可以拥有了更多的薪资操作空间 比方说是有了一个全额中产 然后还有一个双年特例 二来是在续约配恩之后 再把这些个特例即使是全部用完的也不用去缴纳奢侈税 三来就是在很多的时候 这个合同往往是象征着地位的 保罗这一将多多少少也就意味着 自己可能是要退居二线去了 把这个舞台的聚光灯留给年轻球员了 再有就是后两年这个非保障的金额 对于保罗而言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激励了 毕竟没有人会跟这个钱过不去 既然签了这样的合同 那就必须要去全力以赴的打球了 也算是立了个军令状吧 不像某些个少数球员 我们说他是非全额保障不签 签完就混吃等死 对于球队而言 后两年则可以视为是给保罗的奖金 如果说保罗在前两年打出这个业绩令人满意 那么就执行了 当作是给保罗的一个养老金 万一说打得不好 或者是保罗自己蒙身去意 那么也是可以不执行 顺便还能够做一个顺水人情 让保罗是可以以这个自由球员身份 自己去选择心仪的下家 总之对于球队而言 这是一笔进退自如的签约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某位在前些天锒铛入狱的娱乐明星 他这个传说中的脑残粉是真的存在的 昨天我就在我的一个同学群遇到了 然后我还被喷了 希望大家也是能够谨言慎行 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